之前的日子里面我们说关注中青年人 中年人就我这样的 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 很多人去买手环或者是健康手表 因为这样的表后面都是有电极 对吧 它也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所以说就能知道我们的 比如说血氧心跳 包括睡觉的情况 但是有关身体健康 两个更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关于血压 一个是血糖 这两个指标 刚才我说这种传统的健康手表 是没有法做到的 那在这里面 今天这个小米 我去给大家聊这个 最新的叫做小米万步心电血压记录仪 也就简称小米血压表 是可以刚才这两个事里面 解决血压的这个事 它怎么解决 你看这个腕上 这块是有一个布袋子一样的东西 这里面就可以打压 它是个微气囊 通过这个气囊去挤下胳膊 就能知道你的高压低压 这跟你家的测血压的机器 是一模一样的原理 当然了它是不能测血糖的 因为最精准的血糖测试 其实还是得破皮肤 能检测血的这个血糖浓度 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个咱们就后话说了 能去解决一个血压 也就是说比传统的健康表 会更多了一层功能 而市面上这种便携的血压仪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尤其是小米的系统 它性价比又会比较高 它就把这个东西带进了更多的人家庭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父母买上 因为这个微气囊必须得抵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佩戴之前会有一个万步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小纸的卡纸 这里面就知道你的手边粗细 然后决定是这个表带 还是那里面有一个别的表带 OK 好 那就说这么多 然后给它戴上 这个表带还是很粗的 夏天可能就会有点热 但是没事 咱们是为了它更多的功能 这里面关于我刚才说的基于常规的 比如说它的血氧 包括心跳这些东西就不再赘述了 这些跟其他都是一样 什么门禁卡 什么刷个NFC 什么付款这些的就不再赘述了 跑个步运动什么的 这都是常规功能 咱们就直接说血压的这个事 测量其实很简单 按这边一下就进入了测量的画面 这块是刚才我测的 它是有个标准姿势的 这个标准姿势你看 它是把它直接捂在胸口 手放平 然后把它跟心脏搁在一个平面 我现在没法实现这个姿势 测量一定会失败 因为那个姿势 它是通过这个多轴传感器 是能知道你现在什么姿态呢 我现在只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边的微气囊会打气 我就感觉到这微气囊在胀 然后用它来测试我的高压低压的 这个具体的血压 它这个基本上一会就测试失败了 这也挺好的 因为通过这样的 它的多轴传感器 你就能知道 包括测试的过程中 你的体态正不正常 否则的话 我们出来的数据会更加的不准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对吧 OK 现在它测试的过程中 它一会儿它就会说 什么测试失败之类的 因为我这个姿势并不是正常的姿势 现在打到这么高的压力了 测量失败了 对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是它的表有问题 而是我这个姿势给大家演示 我没法搁在胸口 这个它测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趋势 我再说为什么叫趋势 是因为它不能替代到精准的 医学测量设备 它是可以观察一个趋势 比如说我现在高压130 然后低压84 然后心跳是这个数 如果你稳定的拿这块表 始终带在一个位置 来周期的进行测试 你就会得出一个 你身体的高低压的趋势 你比如说你的 现在是130 还是110 还是120 其实不重要 你得出你这个稳定的值之后 它这个会是一个 大概的波动不太大的趋势 如果你这个趋势突然间波动大了 那身体是一定产生了变化 所以你是通过相对值 看它的趋势 而不是绝对值 说我这个高压130 会不会有点高 什么之类的 不是这件事 而是通过趋势来找一下 你身体的变化 可能会恶化 可能会变得更好 所以你就如果恶化的话 就第一时间就医就行了 所以这是这样的健康表 最大最大的一个意义 再说一遍 是不能替代到精准的 医疗设备来进行测试的 另外有两个功能 我觉得很喜欢 一个是这边连连三线 它就会激活你这边的 紧急联系人有三个 你留三个电话 它会挨个的去拨打 逐一拨打 如果都不通的话 它会自己拨打120 来跟你进行通话 同时它这个多周传感器 还能知道你跌落 一旦你跌落情况下 跌倒 你最后这个表就会问你说 是否拨打紧急联系人 所以这两个功能非常好 那这个表 是我现在市面上见的 为数不多的这么便携的 可以测血压的这样的表 其实我觉得对中年人 包括家里面的老人 可以考虑给来这么一块表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小米的血压表 谢谢大家 检跟宝责 solved 检وج 一点 其馆